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我是叶思雨 共振党彭亨德伦敦区州议员沈村祥赴泰国美索 接引六名成功从缅甸KK园区出逃的朱仔返回马来西亚 要被卖去 从KK也要被卖去老窝 所以在途中他跟我们的警方联络 所以警方也叫Victor帮忙 因为在那边我们的官员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言语的问题 因为不会讲泰国话 给你们知道Victor问他是不是在泰国18年啊 所以他的泰国话好像泰国人这样子 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他已经通知泰国警方 所以设了一个那个什么站 这个检查站 所以当那个司机载他们去的 看到有折弹他们丢着车他们就跑掉 所以他们也跑 所以要跑到刚才鞋子 你看他们鞋子 全部都是泥 就是这样子 OK 就是这个小 四个小弟弟的故事 OK 他们已经被偏弃一年两个月 四个都一样 他首先是被偏弃老窝 这么从老窝一杯卖去KK Garden 在KK Garden 因为又做不到他们的要的成绩 所以再被卖回去老窝 OK 沈村祥因为多次前去泰国 缅甸和柬埔寨 营救被卖的大马人 而成为当地不法集团的眼中钉 沈村祥今天说 他和另外一名经常救出马来西亚人的黄姓商人 现在已经成为当地集团的目标 这个肯定我们是wanted 跟着两个马来人告诉我们 他是wanted 1 在KK园里面他是wanted 1 我就是wanted 2 OK 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个两个在怎么搞 他们找不到吃 所以我们都是被wanted的在KK园里面 首相安华今天证实 前首相慕尤丁领导的国家复苏理事会 由于和其他政府机构功能重叠 政府决定解散国父会 复苏理事会 这是不一件不公平的 这是复苏理事会 你当时想要拒绝 我现在要拒绝了 国家复苏理事会由前首相慕尤丁发起 并担任理事会主席 理事会成员主要来自相关政府部门 政党和专家学者 2021年慕尤丁被逼宫下台后 他依然担任该理事会主席 为时任首相伊斯迈沙比里领导的政府提供建议 来跟进云顶山脚土崩惨案 爸爸有机农场业者早前表示 不是他们不要申请营业执照 而是当局没有经营营地方面的执照 可以让他们申请 乌鲁雪兰娥县议会今天证实 雪兰娥确实没有专门提供露营地的许可证 不过任何企业经营者都有责任 向当地议会就他们的业务提出申请 乌鲁雪兰娥县议会发布声明表示 虽然没有特定的许可证 但任何企业经营者都有责任 向当地议会提出申请 并确保他们的业务获得批准 委员会透露 由于露营活动越来越受欢迎 当局需要制定具体的政策 以便业者根据标准操作程序 适当地展开此类活动 前天 爸爸的有机农场负责人陈建玉澄清 包括农业部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告诉他 他无法申请露营地执照 因为这种许可证并不存在 在12月16号凌晨2点42分左右 巴东家里爸爸的有机农场露营地发生土崩 目前已经造成26人死亡 7名受害者失踪 以及61名受害者被救出 地方政府发展部部长尼可敏早前表示 这个露营地没有获得乌鲁雪兰娥现议会的执照 疑似违规运营 东海岸水灾灾情持续恶化 但是登家楼中屋大臣阿末·三苏里 却没有现身主持赈灾工作 有传闻又指 他和家人目前正在纽西兰度假 引来前巫统最高理事洛曼·阿当的质疑 洛曼昨晚在面子书直播时透露 阿末·三苏里和妻子在12月11日 启程前往紐西兰奥克兰度假 预计22日才回国 dan kita check selepas ribuan dah berada di pusat penempatan banjir ni adakah beliau akan mengikut jejak langkah Datuk Seri Najib dan kembali menyantuni mangsa banjir di tengah tu tuan-tuan dia tak balik tuan-tuan amat menyedihkan saya check tadi sama ada ada pertukaran jadual penerbangan sepatutnya 22 ribu lah nanti baru dia balik jadual penerbangan tuan-tuan 根据阿末·三苏里的面子书 他近期发布了许多和水灾有关的贴文 但没有一张照片显示 他本人在巡视灾区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以及副首相阿末·扎西 个别巡视登加楼灾情时 也不见他的身影 此事引起争议后 登加楼灾难委员会副主席 哈纳菲亚今天向当今大马证实 三苏里确实仍在纽西兰 将会在今天回国 但还不确定具体时间 副首相阿末·扎西早前重新委任 阿末·加兹兰为联邦土地统一 及复兴公司Felka主席 不过首相安华今天宣布 展延这项任命 安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 并在会后向媒体宣布这项消息 他重申反对从政者 领导关联企业 就是有没有要求 我不是没有要求 哪有的国家 关联系 itu menjadi pengurusan, tapi dia mesti terikat dengan syarat-syarat dan mesti ada kelayakan dalam bidang berkenaan itu saya nak jelaskan bahawa ada kemungkinan beberapa tokoh politik atau ahli parlement yang ditugaskan tetapi kita menetapkan kaedahnya tentang tahap keupayaan profesional dia dan soal prestasi sebelumnya dan permatuhan kepada peraturan yang ditetapkan 内阁早前 已经拍板决定 宗旨所有关联企业GLC 以及政府机构的 政治委任合约 然而就在两天后 Ahmur-Jasi就宣布遵循 城乡发展部 属下合作社成员的建议 决定重新委任 Ahmur-Jazilan 为Felka主席 Jasi当时指出 尽管政府决定终止 政治委任合约 但基于合作社成员的要求 可以重新考量任命 数码通讯部部长 法米法资宣布 政府将在明年2月 推出平均每个月5令吉的 移动互联网预付团结配套 这个团结配套的对象是 30岁以下青年 B40低收入群体 残疾人士 乐龄人士 以及退伍制服人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次再会